这里有些工程 你看这开启那么宽的口口 那些大片大片的几十蒙几百蒙一碗 说不说不说不说了 它一干了要开头开内方开内方 不让它跟它一样一样 需要清理水 所以金钱是一个大片的 做传统用的干含起来了 不要吹水 往天到月不下雨 往天的镇不顿不不 不把水水过没 关不起水 天跟着有所干 外面有省块鸡甲 搞定几钱的 看不太多 接我们的 如果单独 还省过去了 抵纳下了 这是我用自来水 借的四来水管子 搁钱三块五亿 三块五亿 四块五亿 等的水来 来用庄稼的 饮不住 都没得法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 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 和强度都会增加 并且它的不确定性 会增强的 就是我们会说 它的变化 如果以一个政府 来做比喻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的变化的幅度 增加了很多 然后也就是说 每一次极端事件 它的强度 波动都会很大 而且在未来 这种波动 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预知 它是相应当地政府的号召 为啥原因呢 它那样子 把鸡汁弄了 另外它 到天花延伸 啊 都是刚刚收骨骨 回来的 跟它那样子 骨 外泡汤还是 水填满还是 原来我们的田地义说摘起骨子 都想遇到那种天花的话 高的水库 我家早上还上去看到的 高的水库 地义说 皮得来水 皮得来水墙了 婴一刀把两刀 我们得有手沉淀 地义说 地义说 天花延伸得有八九百斤铃 现在地义说的十五百斤铃的梦都没得 看那一四天 啊 大路十多天 可以讲啊 啊 看他拍一下 可以看 啊 啊 我还是地义说 一直没干 都关的有点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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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理我好 这就是黄空洞 夏天避暑或战略时期 那时候躲大红炸的时候 现在没怎么用的 就用来热轮开火锅店 然后这里而且很凉快 很避暑什么的 有一个地方怎么说呢 它有间接性的炖水 对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 温度是最高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重庆那个 什么加链江是吗 加链江里面的盒都干了一半 有什么温度能够 可以很低 那里的这么多 它这边是多不错 只要是短的 被告白人 冰淡 那今年这个水电里面的进水 已经减少了四成 它对于水电的这个发电量 是会急剧的下降的 那么一方面是它的需求上升 一方面是水电的电力来源又不足 就导致了四川地区出现了很多工厂 还有一些城市里面的商业楼 它也有一个限电的情况 所以对于工业和商业都是 还有普通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艺术 非常重 谢谢大家